二百七十五集 十六妹,是我 轻轻冷冷的身影传来 墨清晨手一招,门无风自开 门外立着一个血衣冰岩 不沾一丝人间烟火气的人 正是墨飞烟无疑 九姐,快进来 墨清晨上前一步,迎了上去 墨飞烟冰凉的目光落到墨清晨身上 眸中的冰雁闪了闪 十六妹,短短两年时间不到 你居然筑记大圆满了 身影清冷平静 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并不加带一丁点其他情绪 机缘巧合,九姐,你才从洛艳谷回来 墨清晨自回了洛霞门 还没见过墨飞烟 他一直不在门中 墨飞烟微微汗手 嗯 落眼骨中的道魔双方都已散去 那七四明珠呢,找到没? 墨飞烟摇了摇头 应该没有 至少我没听说 只知道道魔之战暂时停下 为了对付寿朝 十六妹,你明日就出发 墨清晨点点头 是的,九姐,你呢? 寿朝乃是所有修士的危机 洛霞门虽离妖兽四面的地方还远 却不可能置身事外 我听师尊说 妖兽大军兵分三路 尊公镇兽宗 炼宝宗 明福宗 如今镇兽宗 已经启动了护山大战 那些妖兽寻不到修士 就开始屠杀凡人 短短几日 已泄流成河 身灵涂炭 我们要去的 就是镇兽宗的第一节 十六妹,你呢? 墨飞烟平静到来 眼中却寒冰一片 墨清晨苦笑 今夜我派玄火真君 急招门中弟子 只提了明日出发 却为严明去何处 墨飞烟垂眸 竟默了一瞬 猜到 既如此就罢了 说着拿出一叠雪白色的符 递过去 十六妹 这些符你拿着 珍重 一道暖流 从心头缓缓划过 墨清晨没有推辞 把墨飞烟独创的 冰封血腥朱接过 同样递过一个小袋子 究竟 这里面有十余颗震天雷 只需要极少的灵力 就能引爆 威力不小 你带着 或许 能硬个急 墨飞烟默默地接了过来 随后 清淡地笑了笑 那我走了 说完 转身欲走 丝毫不托泥带水 墨清晨顿了一下 喊道 九姐 墨飞烟停下 转过头 墨清晨犹豫了一下 开口道 在洛燕谷 你有没有遇到过十姐 墨飞烟脸色 瞬间冷了下来 仿佛周身的气息 都被忽然散发的 这股冷意冰冻住 墨清晨暗暗一叹 难怪人家给他起个 冰仙子的称号 真是名副其实 十六妹 不必提他 他自甘堕落 沦为摩修 犹如我墨家祖先 墨飞烟冰冷的声音传来 究竟 十姐 他虽转为摩修 但心中 应该是念着 为族人报仇的 墨清晨说道 如今墨家 只剩了这么几人 若还是同水火 想必那些逝去的族人 也不会安心 墨飞烟 却微微拧了唇角 那又如何 人力于世 当有所为 有所不为 一字一字 如冰珠般落出 随后转身而出 白色流光 溶于夜色之中 墨清晨 微不可闻的叹了口气 随后 单身上床 再无动静 他不会去指责 墨飞烟 过于更直端庄 就如 不会去指责 墨染医 转修魔道一样 修士的言谈行事 其实 正是折射了他心中 对道的理解和追求 那么旁人 又有什么立场 指手画脚呢 当然 若是有朝一日 墨飞烟和墨染医 真的自相残杀 他也绝对不会 置之不理 他同样有他的坚持 晨熙出路 在玄火真君的带领下 一众遥光弟子 又踏上了战城 一路向北 到了炼宝宗和名副宗交界之处 一道灵光破空而出 落入玄火真君手中 玄火真君 面色一变 随后 带上五位 杰丹修士 与静摆 助击修士 直奔 明服宗方向而去 而剩下的静摆 助击修士 则在另外五位 杰丹修士的带领下 继续向前 莫青城就在这支队伍中 队伍并没有飞行 而是沿着一条江河行走前进 随着越来越深入 众人惊骇地发现 江河水的颜色越来越红 到后来已经变成了血色 里面数不尽的尸体沉沉浮浮 所有的修士都忍不住心头一正 脸上带出了磅礴的怒气 参加道魔之战数年 在场的每个人 都是身经百战 血与腥风早已面色不改 可眼前的场景 还是令人又惊又恐 只因为 正如人间炼狱的血盒中 淡起的尸体 几乎全都是凡人 上到白发苍苍的老者 下到墙袍中的婴儿 竟然无意放过 凡人是分机 是修真界源源不绝的新鲜血液 最不及凡人 是修士打斗之时的共识 可对妖兽来说 却不同了 在他们眼中 无论修士还是凡人 都是食物 只不过味道 有好有坏而已 所有人的眼中 都涌出了熊熊怒火 战场味道 战意 已经被点燃 不知是不是早已得到嘱托 到了郑寿宗地界 随着队伍前行 一个个结单修士 就各带着二十余筑基弟子 陆续离开 不巧的是 墨青城这一队的结单修士 正是山鹰真人 你们听好 如今妖兽分为一群群 四处四面 我们这一队要做的 就是消灭 出没于狼牙山之间的 那股妖兽 若是被那股妖兽 冲过狼牙山 下面就是狼牙镇 里面住着上万凡人 还有无数凡人 正往那里避难 山鹰真人扫视众人 一字一顿的道 众人大声应试 山鹰真人手一挥 走 二十来人的队伍 脚踩着各式飞行法器 往山上行去 郎阳山高数百丈 行进到半山腰时 就隐隐约约的 听到打斗声传来 众人顿时加快了速度 不多时就感到了打斗之处 只见山道上 四五个修士 步步后退 个个面色苍白 衣衫之上 血迹凌乱 下方 数十只妖兽 围了上来 领头的是一只老虎模样的 六阶妖兽 这只虎兽 通体玄色 折额头 一措火红的毛 紫燕玄虎 山鹰真人白眉一条 六阶妖兽 灵智已开 随着遥光众人的靠近 飞快地转过山来 那紫燕玄虎 一见新来的人类领头人 使劫丹后期修士 细势汹汹地 大吼一声 就见那群妖兽 顿左鸟兽散 居然 转身就逃 幽畜 哪里跑 山鹰真人 手中浮沉一甩 顿时化作 万千银丝 到了空中 结成一张 灵光闪闪的大网 向紫燕玄虎照去 紫燕玄虎 虽然见面就逃 此时 却毫不示弱 虎口一张 一团紫色的火焰 就蓬勃而出 这团紫色的火焰 到了半空 竟预风化形 变成了一只 通替燃烧紫光的火虎 空中的火虎 大吼一声 力爪凶猛地 抓住当空照来的大网 随后撕扯起来 一道的紫色的电流 顺着银丝蔓延 瞬间 整张大网 已经燃烧起来 紫气盈盈 照得半空 一片紫红 其余的遥光弟子 与妖兽 混战在了一起 这对遥光弟子 都是筑基修士 而墨清晨 是唯一的筑基大圆满修士 这群妖兽 这群妖兽中的五阶妖兽 自然就落到了他的头上 五阶妖兽相当于 杰丹初期的修士 因为妖兽不比修士 可以凭借法宝 福禄 乃至丹药 他们依仗的 就是天神强横的身体 和一些天赋法术 所以在实力上 要比同阶修士 弱一些 若说对上 杰丹初期的修士 墨清晨 只有逃跑的份 面对这五阶妖兽 却能勉力一战 此情此景 也由不得他逃避 他若转身 等于直接葬送了 这些师兄弟的性命 好在与山阴真人 拼斗的紫燕玄虎 是六阶妖兽 只要拖延时间 等山阴真人 收拾了那只妖兽 他就算 躬沉山退了 小女王 真是水嫩嫩 等我活着来 蘸着蜂蜜吃 定是无上美味 这只五阶妖兽 是一只棕色的熊 看着墨清晨 嘴角的口水 居然流了下来 想吃我 那就看你有没有 这个本事了 墨清晨一声冷笑 手一扬 冰娇嚣出现 冰娇嚣不止是飞行法宝 还擅长防御 只不过 他因为修为不足 极少用它来防御 原因无他 难打得过的 就无需用特别消耗灵力的 冰娇嚣防御 打不过的 那就更用不着防御 直接逃跑 更明智 像现在这样 明明打不过 还偏偏不能逃 还是头一早 棕色大熊 显然是直来直去的 墨清晨话音刚落 他就一巴掌拍来 带起了呼啸的风声 周围的灵气剧烈波动 空间似乎都扭曲起来 发出噼噼啪啪的爆裂声 这一掌 威力定然惊人 墨清晨毫不迟疑 把冰娇嚣往空中一抛 与此同时 手指飞快地 打出十几道灵绝 口中轻贺 去 灵光没入冰娇嚣中 就见冰娇嚣猛然长大 随后化作一片 入青沙般的薄雾 把迎面袭来的熊掌 与进风包裹其中 丝丝缕缕 无形进风 在薄雾中化为虚如 棕色大熊 眼睛圆睁 大吼一声 熊掌四处拍打起来 带起的无数进风 威力无穷 如利刃般 无处不在地 切割着薄雾 就见那片薄雾 一阵抖动 如水波纹般 由内而外地 四散开来 墨清晨脸色一白 一手打出 繁复无比的灵绝 墨入冰娇嚣中 另一只手张开 墨黄绿 三色相间的藤蔓 结成一张大网 向棕色大熊 当头照去 棕色大熊 伸出一只爪子 猛烈的挥舞 一面而来的大网 就被扯破 但趁着这机会 冰娇嚣 却忽然光芒大善 原本的薄雾 竟然变成层层鳞片 组成的围墙 把大熊圈了起来 墨清晨略微松了口气 他刚才的天罗地网 就是个幌子 为的就是发挥出 冰娇嚣的这一用途 有了这临近墙 棕色大熊 想脱困 怎么也要耗上一会儿功夫 足够支撑到山鹰真人 结束战斗了 可就在这时 却听到了一声惨叫 是山鹰真人的声音 墨清晨心中一沉 抬眼望去 正看到山鹰真人 倒在地上 紫燕玄虎 凌空扑去 山鹰真人不能死 他的心中 只来得及闪过这个念头 十六集 山鹰真人不能死 他的心中 只来得及闪过这个念头 手几乎是下意识的 拔下一根头发 情思作弦 面丽围攻 青木剑当剑 搜的一声 就射了过去 翁的一声轻响 在空中回荡 青木剑到了半空 忽然光滑大盛 犹如有了灵性般 舞动起来 千万朵灵花 如繁星般 在空中涌现 随后 凝聚成一道五色的剑 瞬节无比的 到了紫燕玄虎境界 飞来的五色花剑 砰的一声战开 重新化作朵朵灵花 把紫燕玄虎包围 与此同时 一道几乎是透明的剑影 从五色剑行飞出 直抹紫燕玄虎的眉心 惊天动地的吼声传来 紫燕玄虎 嗷嗷叫着 遍体打滚 竟然把一颗两人环抱的 苍天大鼠撞断 这些事 只不过发生在瞬息间 墨青城青木剑射出的同时 就感到一股 骇人的气息传来 紧接着就看到一个女子 出现在山音真人旁边 她跌跌撞撞地倒下 竟然化作一只蓝铃大鸟 照着山音真人的腹部 就灼去 由处而敢 一道阵笼发聩的赫声传来 众人只觉得 耳朵嗡得一声响 脑袋一痛 就连那些妖兽 也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 这疯狂攻击兵娇嚣 化作的鱼鳞墙的棕色大雄 同样精主 身子竟然 微微颤抖起来 又有一道人引而至 墨青城这才看清 是个身穿 白底金鞭道袍的 原音修士 蓝铃大鸟 一身哀蹄 翅膀一展 无数蓝色光芒 向赶来的原音修士社区 原音修士 一袖一挥 整只袖子 无风自掌 瞬间 变成一个看不到底的口袋 把那些蓝色光芒 镜属吸入 蓝铃大鸟 又是一阵提名 就见原音修士 雪白的衣袖 仗了起来 仿佛里面 藏着一头凶兽 随时会破龙而出 整只袖子 隐隐约约的 透出一股 妖异的蓝色 原音修士 面色阴沉 手指并拢 捏出一道灵绝 往衣袖上一打 灵光隐没 袖口的金边 发出耀眼金光 接着 化作金色长绳 把整个袖口 系了起来 衣袖又抖动两下 终于安分下来 而那只蓝铃大鸟 却趁着这个机会 化作一道蓝光 如流星般 向空中飞去 尤处 原音修士 衣袖一挥 脚底伸出一朵 金色祥云 脚踏祥云 软软身起 低头扫了一眼 倒地不起的 山音真人 轻叹一声 唉 也罢 到底是受本君连累 就随我一道走吧 说着 衣袖一甩 化作长长的白练 伸到山音真人面前 白练末端一卷 把山音真人 复了起来 随后 手一提 白练飞速缩回 重新化作长袖 山音真人 就一动不动地 浮在了 金色祥云之上 做完这些 原音修士 伸手一弹 一道灵光 就向下落去 之后 竟不看众人一眼 带着山音真人 向蓝灵大鸟 顿取的方向 追去 被困在 临近墙中的 棕色大雄 似乎感应到 巨大的危机 眼中闪过 暴力的火焰 随后 往上一跳 整个身子又重重地落下 地面顿时晃动起来 犹如地震般 但就分了神 去对付 紫燕玄武的 墨青城 受到这忽然的冲击 喉咙一咸 喷出一口鲜血 冰娇嚣 却再也控制不住 重新化作 丝帕模样 落回手中 振脱了 束缚的棕色大雄 却没有乘胜攻击 反而抱着头 飞奔而去 众人 这才看到 那位元秀 是离去前 弹出的灵光 居然是直奔 棕色大雄而来 灵光 追着棕色大雄而去 他这一走 剩下的妖兽 顿时化作鸟兽散 瞬间 跑了个一干二净 墨师姐 你没事吧 旁边的摇光弟子 扶了墨青城一把 墨青城侧头一看 是那个放牛娃出身的 酸性修士 不要紧 墨青城说完 就向紫燕玄虎奔去 到了境前 手一招 就把紫燕玄虎 收入了厨袋中 这才反了回来 众人都被这番变故 惊呆了 刚到狼羊山 领头的杰丹修士 就这么莫名其妙的 被带走了 任谁都回不过神来 只有那孙姓修士 是个憨货 脑子中 想不了那么多 他只知道 在落雁谷时 墨青城 就是他们的队长 此时 山音真人不在了 不知道的 就得问他 当下 大着嗓门问道 队长 接下来咋办 这神队长 叫得墨青城一愣 却把其他摇光弟子 叫得回过神来 墨青城 本就是这些人中 修为最高的 名气在摇光 更是大的出奇 更别说 这些修士里 有五人在落雁谷时 就是他的队员 群龙无首 就是一盘散沙 几乎没做思索 众人就同身倒 队长 接下来怎么办 墨青城刚才强行 催动并娇嚣 困住五街妖兽 又把神石 附在轻木剑上 射杀了 死焰玄虎 消耗颇大 此时一阵阵的虚脱感袭来 却知道 这个时候 自己身为修为最高的人 不能露窃 当下不动声色 目光像被解围的 那四个修士望去 那四人早已精疲力竭 见这群修士中 修为最高的人望过来 当中一人就到 向上二十丈的西北方向 有一个山洞 适合隐匿 我们之前就一直在那里落脚 墨青城点点头 冲遥光众人使个眼色 众人会议的 把地上妖兽的尸体收了起来 队长 望着地上 两只遥光弟子的尸体 一个弟子喊道 墨青城走过去 手一招 把那两具尸体收了起来 走 由那四人带路 众人来到了他们所说的山洞间 山洞口的一侧 天然突出一块青石 把洞口遮掩起来 若是从正面来看 根本发现不了山洞入口 只有绕到左侧 才会发现另有钱框 确实是个适合藏身的地方 进了山洞 那四人中一位青年模样的修士开口道 感恩各位 可是遥光的通道 随时对众人所说 目光却落到墨青城面上 道友请稍候 墨青城淡淡说完 盘西坐了下来 吞下布灵丹 开始恢复灵力 遥光众人安静无声 全都依此而行 那四人就互望了一眼 随后也坐下 开始恢复灵力 墨青城在绝灵之地 收取了食损火后 灵力恢复的速度大为提高 没过多久 就睁开了眼睛 而众人还在闭目静坐 他也没坐身 把紫燕玄虎的尸体 放了出来 细细查探 但众人陆续醒来 就围了上来 嘿嘿 这是六斤要说啊 队长你可真厉害 孙信修士傻笑着 那当然了 自打在洛燕谷跟着队长 我就看出来了 说这话的是刘大凡 墨青城对这人印象 还算深刻 此人眉眼灵活 难受会道 虽是注击中奇 实力却不弱 不是我厉害 而是山音真人 早已重创了他 墨青城不找痕迹地 瞥了那四人一眼 淡淡说道 他之前下意识地 以剑作剑 又以青丝为影 附上了神石攻击 正是在明霞山脉 五剑之时 明悟的结果 再加上 避雷真人 无意的一句话 更是令他有了一个 模模糊糊的方向 直到今日 前路在他脑海中 终于明了 这一击 威力 确实甚大 可要说他 能超场发挥 面上一只六街妖兽 那简直是天方夜谭 紫燕玄虎早已受伤 才被他一击得手 当然 即便如此 对一个住击修士来说 也足以自傲了 山音真人 不是被紫燕玄虎伤了吗 孙信修士挠了挠头 当时发生的一切 只在顺息间 直到忽然出现的原因 修士离去 还有人没看清 到底发生了什么 维言不自觉地点点头 莫清晨摇头一笑 山音真人 是杰丹后期修士 怎么会被六街妖兽重创 啊 那是怎么回事 莫清晨轻叹一声 唉 应该是山音真人 伤了紫燕玄虎 可还没来得及面纱 却为突然出现的 兰陵大鸟所伤 那兰陵大鸟 能够化形 至少是八街妖兽 如果锁料不错 它同样是被后面追击的 原音修士锁上 这才支撑不住 恢复本体 想吸使山音真人的 血肉精丹 恢复身体 可不了原音修士 很快追上来 这才逃走 哦 原来如此 那原音修士 为何把山音真人带走啊 一个弟子问道 那些大修士 行事不是我们能揣测的 不过 最可能的原因 应该是不愿欠下因果吧 墨星辰说着 指尖灵光闪动 开始收拾 紫燕玄虎的尸体 要知道 紫燕玄虎 可是六街妖兽 可谓一身是宝 特别是对这些 筑基修士 更是一笔偏大的财富 虎皮 虎骨 腰单 墨星辰 熟练的分割出来 在紫燕玄虎的胸腔处 发现一团紫色的光 这是什么 有人好奇的问道 却不敢大声 生怕打扰了墨星辰 说实话 亲眼见着收拾一只六街妖兽 做战礼品 真是激动甘心 墨星辰小心翼翼的 打量那团紫色光芒 随后抽出匕首 狠狠劈去 一身轻微的扑驰声传来 随后就见紫色光芒 一分为二 猛的吊眼起来 很快紫芒又变得暗淡无光 噼里啪啦的 从半空掉下许多物件 墨星辰华然 这原来是妖兽的储物空间 这些东西一出现 洞中顿时灵光闪耀 一片通明 随着变亮的 还有每个修饰的眼睛 他们的目光 仿佛被黏住般 直直地落在出现的物件上 独心脚 是兰城区处的独心脚 四人中 青年模样的修饰 神色激动起来 墨星辰清澈 平静的目光 就投了过去 青年模样的修饰 一触及墨星辰的目光 顿觉自己有些失态 勉强压下了激动的情绪 不知道有如何称呼 是否来自摇光派 墨星辰目光流转 发现站在青年修饰旁边 身材较为矮小的修饰 神色更为激动 几乎是目不转睛的 盯着他手中的肚仙脚 当下淡淡一笑 我姓墨 我们这一队 都是摇光派的 派到此处前来 绞杀妖兽 不知四位 青年修饰会议 莫说道 在下姓周 说着 一纸旁边身材稍矮的修饰 这是我师弟 姓杨 我们二人都是郑寿宗的 郑寿宗 不是说郑寿宗 已经开启护山大阵了吗 一个摇光弟子脱口而出 墨星辰淡淡的扫了一眼 那弟子顿时尽身 周姓修饰心中一惊 看来这位女修 在这群修饰中威望甚高 身影不自觉的恭敬了些 我派的确启动了护山大阵 但有些弟子当时还在外眉遇敌 情势危急 没来得及返回门中 我和杨师弟就是如此 说着 一纸另外一位男修 这位是聂道友 被称作聂道友的修饰 就从莫清晨淡淡一笑 算是打过招呼 这是个少言的人 莫清晨心中闪过这个念头 同样冲她笑了笑 谢谢大家